拉丝机铜线的外景偏差该如何精确控制 铜线拉丝设备在生产中不间断地工作 拉丝的速度也会逐渐地与退火不同步 这就会使拉丝机在拉丝时由于牵引速度的10块10慢 导致铜线线径出现间断的不规则的变化 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储线轮上的张力不稳定 生产车间使用气压的地方可能比较多 这就会造成拉丝机气泵的气压实大实小 也就会造成储线器的张力不是恒定的 从而使拉丝所受的拉力不一致 而由于拉丝机线的速度是不变的 由此会造成单丝外景偏差无法精确控制 第二,铜线在退火轮上的颤动 铜线退火轮上处于时松时紧的状态下进行退火 退火的电流密度时大时小 而铜线在较高速度下的强度又比较低 因此不仅容易造成铜线退火轮上打火 而且会造成线径不均匀 第三,由于主电机齿轮箱的长期使用而造成的磨损 过劳磨损 会使拉丝的定速轮速度与牵引速度以及收线速度不相匹配 从而形成单丝的拉细 针对以上一些不良现象 我们制定了以下几种解决方法 第一,对储线器进行很好的润滑 避免其在高速运转时对线造成反向的摩擦力 进而使线拉细 调整好线的张力 使拉丝的形成始终紧贴于退火轮 保证退火轮钢圈的完好 避免因退火涅环的表面缺陷而使退火电流不稳定 第二,根据拉丝机的实际情况 重新对拉丝机进行配膜、优化 并定期检查各退火轮之间滑叉是否在正常范围 第三,每更换新的生产规格 先是生产 测量出口线径与成品线径 确认退火及张力造成的缩丝量 调整出口膜尺寸 以便达到客户需要的线径及延伸率 针对拉丝机同线的外景偏差问题 该如何精确控制的问题 今天就先讲